哈嘍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NSM的STG的小花 今天呢要拍攝的是介紹時間 介紹 對 要來介紹 我剛剛的收穫是第一 首先就是這個 我去書店的收穫 首先第一個收穫是 大家有看到我的燈是不是變亮了 對我剛剛去換了燈泡 所以燈不是那一種黃光 是這種蠻亮的白光 對 然後我去買了我的一些東西 跟大家來分享吧 對 先把它剪開 被我剪爛了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 它是那個 夾鏈袋 那我非常喜歡收集夾鏈袋 或者是自年袋 而且在一些什麼黏土小作品啊 還是什麼的 一些時候都要用到 對 那開給大家看 那它是有夾寬底部的 這一種 它這裡是可以打開的這一種 然後它是紙的那種材質 所以我覺得質感很好 建議大家可以去買買看 這一款我覺得質感蠻好的 第二個是這個 它這個是 裝一些小配件的時候 比如說巧克力米啊 還是什麼的時候 都要用到 然後它就附了一個這個 它這個原本是裝一些藥膏的 然後它就會附這個 就買了一個 再看第二個 要不然第三個 第三個是這個 它是這種流蘇的吊飾 因為做一些黏土配件的時候 之後在它旁邊 加一點點這個 就會覺得蠻好看的 我有買粉紅色的 然後還有 我還要買一個藍色的 原本是先買藍色 但是想說之後再買粉紅色好了 那可能會有一些色差 它其實這種藍色是非常的淡 大概是這種 那麼淡的顏色 如果這樣子看的話 就感覺有點深 對 然後這也是一種很粉嫩的粉紅色 然後我就買了兩個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紙膠袋 然後我是買這種綠色 它是粉彩綠 然後我覺得很好看 我非常喜歡這種顏色 大概就是這種的顏色 這種的顏色我都覺得很好看 所以我有一些東西都是這種顏色 而且這種東西的顏色也不好找 你看這種 對 它這種顏色的東西不好找 所以看到這種顏色就會石心風一直買 然後就買了一個 它是素色 它就只有單一個顏色沒有花色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一些小小亮亮的這個 這個可以把它放在這裡面 對 然後呢 這個是我打算要加在史萊姆的吧 有可能啦 或者是有可能加在黏土作品上點綴一下 因為它這是亮亮的 就覺得很好看 然後是淡藍色 那今天的收穫就是這樣子啦 是的 那記得看完我的影片後 記得按讚和訂閱喔 謝謝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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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